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久力 生存力和灵活稳定的战备水平闻名于世 在战争中既能单打独斗 完成齐齐 又可以群起而勾 合作划一 即多功能一体 因此 俄罗斯从来没有懈怠过研制核潜艇的决心 从苏联时代的台风级德尔塔级到如今的北风之神级 俄罗斯这盘棋究竟下得有多大 如今第五代潜艇计划新型出炉 预计携带20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北风之神2.0版本 究竟威力如何 冷战产物 台风级 德尔塔级 究竟是连泊老矣还是风采不见当年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读进今天的节目 2016年11月初 一名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消息人士透露 俄罗斯打算在2016年12月底开始建造一艘955北风之神级改进型潜艇 并将它命名为955A型北风之神2级和弹道导弹潜艇 而这与2016年1月7日刚刚服役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的2号艇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相比 升级版的北风之神2级潜艇多配备了4个导弹发射筒 可携带总计20枚洲际弹道导弹 武器数量影显升级 早在北风之神研制初起 为了确保其优异的水下航行性能及隐身效果 中央科研所对停替结构进行了大量分析和研究 在数个方案中优化选择了与971型阿库拉级攻击型潜艇相似的拉长水滴型流线造型 这种外形结构能够在保证水下高航速的同时减少停替与水流之间的摩擦 从而降低航行时的噪音 并且由于整艘潜艇设备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 艇员人数也随之削减 同时自动化数字化 使潜艇的自主巡航时间扩大到100个昼夜 而北风之神二级在北风之神级潜艇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一些改进 噪音较之前更小 科研老师您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北风之神二级核潜艇它的基本参数 包括跟此前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相比 它的威力究竟如何呢 俄罗斯它的潜艇的分级 它不是按照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的 它可能是要分型 那么现在我们说的可能应该算它们的二型 就不是说是北风之神的二 而是说在整个这995里边 它分这个95里边 它分012 它是大概这么个东西 那么现在能造的这个呢 在前面的基础上呢 它有所改进的 一呢是说自动化程度提高了 那么一旦你自动化程度提高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人员减下来了 那么这个艇的空间不就等于相当于增大了吗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增加了四个发射筒 这是为了提高火力 这个不用说 再就是一些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俄罗斯星搞了一种涂料 这个涂料是消音的 那么这个涂料呢应用在这个新一代的艇上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光电维杆 以前呢在80年代设计的时候 包括90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维杆的技术啊还是很老的技术 那么后来呢这个光电技术在全世界啊 很多先进的到前景的国家都普及了 俄罗斯也做出了光电维杆 它的这个维杆不用再穿过这个维壳达到亭底 它可以不穿过 它用电缆就行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一个是灵活 还一个是呢它的安全性更好一些 就是我把这个光电探头伸到海面 几秒钟最短的时间 把周围的景象360度拍下来我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呢电脑会把这个景象自动分析 然后呢把所有可疑目标标出来 这个速度远高于一个艇长抱着这个浅望镜转360度 那个反应速度和甄别速度 还有一点就是说原来的潜艇艇长看见了 其他人看不到 它现在一个光电维杆 我拍下来的这个视频 我一下传给各个站位 所以呢各种先进的技术 都是在大概是在90年代以后才成熟的 原来设计潜艇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 所以这一行呢可以说比以前火力有所提高 自动化程度高了 再就是呢它有很多的原来的实验室的技术 现在搬上去了 大概是这么个来历 所以呢我们说作为俄罗斯基于厚望的 新一代的核潜艇 应该说呢它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那么究竟对于这款核潜艇 它目前的建造状况如何 接下来通过一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伯扎尔斯基大工号 是第五艘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前四艘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制造当中 第一艘升级版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弗拉基密尔大工号 已于2012年7月 在俄罗斯北方造船厂动工建造 预计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交付使用 第二艘第三艘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也分别于2014年2015年开始建造 据了解 这两艘潜艇计划在2020年前 加入俄罗斯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然而就在2014年7月 俄罗斯海军节之际 宣布了第四艘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奥里格大工号 已着手建造的消息 但事实证明 这个消息只是误传 实际上是在2016年夏季 才开始建造 因此 原定于2019年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 第四艘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奥里格大工号的交付时间将被延长 由此看来 俄罗斯以接近一年一艘的速度 逐步建造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而这第五艘预备建造的速度 竟然突然提速了 总编让我们了解到 前四艘北风之神二级潜艇 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一般都是一年建造一艘 但是我们发现在建造第五艘的时候 前一艘刚完成几个月就开始建造了 那么为什么对于第五艘俄罗斯会这么着急 其实造船可能就是越来越快 因为什么呢 越往后造熟练度越高 而且船台的利用程度也就越快 其实我觉得这倒是正常的 包括配套也是这样 那么它的一共八艘 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它有一个计划 就是在10年到2020年 这是个节点 就是关于俄罗斯的军事装备现代化 那么这个节点呢 其实现在看已经快到了 有的项目是 有的艇的项目 应该是交付器要推了一年的 就是已经落后了 其实它现在有点着急 那么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四大舰队啊 只有两个有条件部署战略导弹核潜艇 一个就是北方舰队 那也不用说 那是它的传统的那个基地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呢 主要在哪呢 不在海深外这边 在北边的勘察家 比特巴普洛夫斯克那边 因为那个海域啊 相对来说是一个孤立海域 就是它有一个区舰队 太平洋舰队下属的一个区舰队 负责那个海域的安全 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那个核潜艇的基地 所以呢 它大概的八艘是这样的 一边四个 作为安全来说 就是北方舰队四艘 这个太平洋舰队四艘 那么这个太平洋舰队的任务 主要就是看着这个四艘 就是这个任务 那么这四艘呢 跟北方舰队四艘呢 差不多应该是新旧各半 原来肯定是为了赶 为了跟美国拼这个战略威慑 你必须得下水啊 你必须得有服役啊 还得试验导弹啊 那么原来那个型可能是不完善的 所以大概就是 北方舰队呢 可能是一艘新的三个老的 然后太平洋舰队呢 是两个老型 两个新型 大概是这么一个路子 所以从现在看呢 太平洋舰队 就是也快装备完了 如果照这个建造速度的话 20年估计可以 这个达到四艘的规模 那通过刚才我们的介绍 我们发现呢 这个一艘接着一艘造 好像是这个 北方舰队二级核舰艇 建造是非常顺利的 但实际上 也经历了一些波折 具体情况呢 还是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潜艇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水下力气 而北风支撑级战略核潜艇 更是重中之重 俄罗斯一度打算让该型潜艇 服役到2050年左右 而以俄罗斯目前的建造速度 到2020年左右 俄罗斯海军将装备 八艘北风支撑级战略核潜艇 目前已有三艘 已经完成了建造并投入使用 首艇游历多尔哥鲁基号 于2013年1月 开始服役于北方舰队 紧接着 同年年底 第二艘 北风支撑二级潜艇 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号 服役 仅在一年之后 2014年年底 第三艘潜艇 弗拉基米尔 诺莫马赫号 入列部署在 维柳钦斯克市的 太平洋舰队 第二十五师潜艇部队 开始服役 目前还有三艘 仍在建造之中 该项目的最后两艘 核潜艇将在 2016年底开工 俄罗斯计划通过系统 妥善的维修保养 和现代化改装升级 使北风支撑级战略 核潜艇的服役时间 达到30年 在2020年 至2050年期间 俄罗斯还将建造 新型潜艇 来替代如今 风头正盛的 北风支撑级系列潜艇 而北风支撑二级核潜艇 至今仍有两艘 未开工建造 据了解 第五艘北风支撑二级 波扎尔斯基大工号潜艇 将于2016年12月23日 在俄罗斯最大的 综合性造船厂 位于北德文斯克市的 北方造船厂开工建造 然而有消息称 这艘机枪建造的 第五艘波扎尔斯基大工号潜艇 是俄罗斯北风支撑二级 潜艇系列宏大计划 所建造的最后一艘 再造两艘升级版 北风支撑二级潜艇的计划 显然已经被搁置在一旁 我们看到原本建造顺利的 北风支撑二级核潜艇 却被搁置了 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 又是什么样的呢 按理说在顺利的情况下 这一个国家 尤其是像苏联 或者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大国 它本来应该是挺带 是齐头并进的 分头研制 然后最后在这个河龙实验 那么它现在的问题是 艇肯肯定走在前面了 导弹问题比较多 那么是冒险坚持原有的 进行路线 让导弹成熟 还是退一步 用旧一点的技术的导弹 但是成功率比较高的导弹 来装备这个艇 所以对他们的海军来说 也是一个决策的量难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这个艇的改进 或者是再往下走 它就很难往下走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对未来的潜艇战 它不能说你80年代的设计 然后90年代的技术 加一点 然后一直能混到 以后几十年 下一步的反潜战 已经跟以前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的概念可能是说 潜艇的主要敌人 是对方的潜艇和潜艇 那么你只要是在安静性 在下潜深度 还有在你的周边的 护航的情况下做得好 那你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包括以前也曾经出现过 就是苏联的核潜艇 都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掉过头去狠撞一下 美国那个一对一 盯人的核潜艇 都发现过 都出现过 就说明这个潜艇 盯潜艇这个战术 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 那美国人现在用的什么办法呢 他准备采取的是说 我造很多无人艇 这个无人艇非常小 你不好发现了已经 然后用它来平常盯着你 所以面对那些新技术 你说将来下一代 核潜艇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自己也需要 做一个无人艇 做卫兵呢 那么这个就需要再发展 所以从目前来说 是一个技术 更新换在很快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做东西 最好就是小量 多批次 这样比较好 所以我们看到 搁置北风之深 二级核潜艇 也是有原因的 另外我们说 当时之所以建造 北风之深 更多的是希望 取代台风级核潜艇 那说到台风级核潜艇 究竟它具备 怎样的特殊之处 我们通过短片 去了解一下 作为世界最大体积极核潜艇 中发骑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辉煌无比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如今为何沦为导弹发射平台 它四万多吨的一个艇 光那个就是内外壳体之间的 间距就很大 这样你的鱼垒小了 打上它不见得会出大问题 末日彩排导弹骑射 屡次执行艰巨任务的中坚力量 为何仍要被替换下场 它艇和弹的结合非常成熟的 而且数量有多 所以最终造成的结果 就是这个东西的老机福利 全新北风之神经验亮相 升级改造工作紧锣密鼓 仅仅服役了几艘的超级潜艇 为何要急于升级 技术升级导弹增多 声纳改进艇体缩小 升级版第四代核潜艇 能否维持核优势 增强战斗力 创新设计震惊世界 老计福利风采依旧 曾经风光无限的 台风级核潜艇 为何最终沦为导弹试射平台 沙场推出日新月夜的 大洋利器正在播出 台风级作为世界最大体积 和吨位的潜艇纪录保持者 以独特的非典型性的 双壳舰体设计体 而著称 它的舱室也因为巨大的容量 而高达19格 而4.8吨的排水量 使其可以借助巨大的浮力 和两个螺旋桨 克服极地的冰雪阻碍 不受影响 那么曾经的台风级 究竟有多强大 作为核潜艇的力量中间 德尔塔级现在 又是境遇如何呢 1990年3月2日 一部名为《猎杀红色十月》的电影 在全球上映 电影讲述了苏联海军 一艘名为《红色十月》的 最新型核潜艇 在受邀前往北大西洋 参加潜艇作战演习时 发生的一系列 精心动魂的故事 而也正因为这部电影 观众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潜艇 台风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据了解 台风级最独特的是 它的双壳舰体设计 舰体平面内 是两个平行的耐压停艇 导弹发射筒 就布置在这两个耐压停艇之间 据了解 台风级共有19个舱室 除了已知的鱼雷舱 导弹舱 以及反应堆舱和气轮机舱外 外界对于其他舱室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在性能上 台风级水下排水量达到4.8万吨 而拥有两个单机功率约为 10万马力的压水式反应堆 它的最高航速可达到25节 同时借助巨大浮力和两个螺旋桨 可使潜艇克服极地的冰雪阻碍 破冰前接 然而台风级 还有一个武器特点 是其他任何级别的弹道导弹潜艇 都无法比拟的 那便是可以同时发射两枚P39导弹 其所携带的20枚P39型导弹 可通过14骑射 在极短时间内全部射出 并可以打击10个不同的目标 而它的发射条件 不受任何天气条件的限制 即使从水下55米深的地方 依然可以发射 作为苏联时期的跨时代产物 台风级无疑是核潜艇史上的重要封碑 而与此同时 80年代美军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到今天也是风头正盛 从开始下水到现在 俄亥俄级核潜艇仍然在美国海军当中服役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就知道了 作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品 那么台风级核潜艇威力究竟有多大 另外既然谈到了那个年代 我们想知道 那么在潜艇建造技术上 当时苏联已经超过美国了吗 不能说已经超过美国了 但是确实取得了 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状态 应该说美国仍然占优 但是由于美国在越战中 投了太多的钱十几年 结果在海军的建设中 到了七十年代越战撤军的时候 美国海军面临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 就是大批在二战中服役的那些舰艇 纷纷退役 这样一向美国海军这个规模就别了 正好苏联一直攒着很多钱 而且技术也比较突飞猛进 所以苏联它是采取整体结构占优的办法 就是说我单向技术可能不如你 但是我做一个特别大的潜艇 内外壳体之间的间距就很大 这样你的鱼垒小了 打上它不见得会出大问题 这个美国人拿它就会平常头疼 因为只要一艘台风生存下来 那么你美国就不敢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所以对于美国苏联来说 当时不是说我有没有还手之力 而是说你敢不敢先动手 但是台风机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太昂贵 除了苏联那种高度计划经济 全国的财力都动员到这个地方 那么一旦换了一个体制 就养活不起这个东西了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台风机的出现 对于美国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另外说到台风机 当时确实是辉煌一时了 可是现在它却沦为了实验平台 那么为什么台风会没落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作为最大体积和吨位的潜艇 941型台风级战略核潜艇 在1976年至1989年间 共建造了六艘 其中三艘早在退役之后被拆除 而在2010年 美俄曾签署关于第三阶段 缺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该条约的签署 开启了俄美在核战略领域的新关系 条约中明确规定 双方部署展开的核弹头数量 最多为1550枚 因此此项规定地推出 进一步削甲核弹 洲际弹道导弹 前击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 该条约有效期为10年 并且可续签延长5年 也就是说 此项条约总共可持续长达15年的时间 而据了解 941型台风集合潜艇 每艘最多可以携带200枚核弹头 如果所剩三艘潜艇 全部满载弹道导弹的话 几乎将占比新条约核武器数量限制标准的一半 同时 由于维持台风集 需要高昂的费用 以俄罗斯当时的经济状况 仅能保证 所剩三艘潜艇中的一艘 处于在临战状态 于是 在经过多方权衡考虑之后 2013年年底 俄罗斯最终将台风集合潜艇 仅剩三艘中的两艘退役 不仅若此 俄罗斯国防部决定于2014年 退役所有的 941型台风集弹道导弹核潜艇 如今 941型台风集合潜艇 仅仅存一艘 即年龄最大 服役最久的首艇 德米特里东斯科一号 早已不再携带武器 进行战略巡逻任务 而是把其中一个发射井 进行了改造 如今 仅作为布拉瓦导弹的 发射试验平台来使用 我们看到 曾经辉煌一世的台风 如今却成为了 导弹试射平台 刚才你也谈到了 台风是造价非常昂贵的 那么这么做 会有点大财小用呢 因为它做发射平台非常好 因为它特别重 潜艇在水下 最重要的是平衡 就是 潜艇是个三维状态的 运动的东西 在它跟水面舰艇不一样 水面舰艇 我就是在二维平面上运动 潜艇它有个深度 而且它在水中还有角度 就是潜艇经常出事故 就是说 如果角度坏了 也会出事故 哪怕舵完回了几秒钟 它那个惯性就不得了 所以说 核潜艇发射导弹 你一下打出去 一个几十吨的东西 那么你再马上就需要 让它平衡这个重量 所以说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台风机有个好处 就是这东西特别大 对它来说 这个导弹打出去 就不是个事 就是相对来说 比那种一个艇体的那个 要安全的多 因为台风是三个艇体 就是并排两个 上面一个小的是指控舱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台风有自己的逃生能力 就它可以做到全员逃生 就一旦说有事了 我通过逃生舱 我就一起走了 这点也是不容易的 只有大吨位才做得到 小吨位的艇 你不可能自己带个逃生舱 所以说综合各方面因素 这个台风机这么好 即使不让它 没有钱给它去维护战备巡逻 做发射平台 还是特别好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显然 这个台风机核潜艇 算是被放弃的老家伙了 另外实际上 同时被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替换的 还有德尔塔四级核潜艇 那么目前它是处在 俄罗斯正在服役的状态 究竟有关于它又有哪些故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85年12月 德尔塔四级潜艇开始服役 到1992年2月 共建成7艘 并全部服役于北方舰队 至今 德尔塔四级 仍有6艘潜艇服役之中 是现役潜艇中 值班率最高的潜艇 1991年8月6日 苏联解体4个月前 苏联海军进行了代号为 河马2号的实弹演习 演习内容由 德尔塔四级潜艇 K407号 执行16枚弹道导弹的联发任务 发射之前 德尔塔四级潜艇 K407号 进行了密集的测试和检查 进入预定水域之后 潜艇与水面监测船之间的通信 却出现了故障 根据操作流程 此时可以禁止发射导弹的任务 但舰队司令 却坚持执行发射 随即 16枚导弹 以14秒一发的时间间隔 从K407号上腾空而起 按照计划 第一枚和最后一枚导弹 落地时爆炸 而中间14枚导弹 均在达到一定飞行高度后 进行自毁 耗时224秒之后 16发导弹全部发射 至此 K407号成功地完成了演习 这次演习也刷新了苏联核潜艇 K140号在1968年12月20日创下的 连续发射8枚弹道导弹的记录 不过 令所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 河马2号结束之后 苏联随即开始解体 也因此 这次发射被称为末日彩牌 而经过实战检验的 德尔塔四级潜艇 便顺理成章地变为 俄罗斯海军和威慑力量的中间 如今在太平洋舰队中 潜艇部队所保留的战斗力 相比水面舰艇略显强大 而最新型北风支神机的服役 进一步保证了太平洋舰队的 攻击和威慑力度 然而看上去 十分强大的核潜艇部队 却依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据悉 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核潜艇 几乎全部为苏联时期的遗产 不仅如此 这些老旧潜艇 也难以执行正常的战备巡逻 甚至有近三分之一 正在船厂进行维修 另一部分严重老化的 则一直停在基地内养老 而随着最新的北风支神机 逐渐形成规模 德尔塔四级潜艇 将彻底被替换 我们说德尔塔四级核潜艇 目前应该算是 俄罗斯水下的中间力量 而且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值班率特别的高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我们想问到为什么它仍旧要被替换呢 关于德尔塔的来历 我们多说一句 这个其实来历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在德尔塔之前的 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不可能坐在蹲在家门口 打到美国本土 它那个导弹射程太短 后来大家一直在做的努力 就是说我延长射程 然后延长到 我蹲在家门口 就打到你美国 导弹的射程升级了以后 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艇了 所以德尔塔型是第一艘 那么对于苏联海军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它在苏联海军核潜艇的 60多艘的数量中是绝大多数 它是主力 这是德尔塔 那么德尔塔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型号特别多 这就是说当时的苏联的潜射弹 一直在改进 它改一个潜射弹的型号 那个弹的体积可能就变了 原来的德尔塔的某一型 就装不下了 怎么办呢 把那个驼背加高 你看德尔塔的这个驼背 其实非常不科学 不符合流线型的设计的 它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它挺和弹的 结合是非常成熟的 而且数量又多 所以最终造成的结果 就是这个东西老基弗利 从苏联到俄罗斯 它一直在扛着 海军的水下威慑的能力 那么后来的北风之神 由于布拉瓦导弹的不顺利 老是发射出故障 所以也不敢让它老的退休 因为毕竟它是成熟的 但是德尔塔问题就是说 它确实太旧了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它有很多型 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说它和型和型之间的弹 又不一样 所以说最终还是要取代它的 但是俄罗斯就是需要一个 成熟的挺和弹配合的系统而已 那么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似乎对于打造新型的核潜艇 它并不是很感兴趣 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升级就可以了 具体情况我们继续往下看 俄罗斯不断发展核潜艇的同时 美军却不以为然 以小成本驳回报 仅仅对弗吉尼亚籍VPM负载模块进行升级 升级后潜艇船体延长 火力翻倍 但成本增长基本持平 而俄亥俄级潜艇现役14艘 面对舰体老化 后继无人的局面 美国才开始研制新型设备 冷战产物简装板进行全面升级 一款大量采用俄罗斯技术的美制潜艇 能否满足美军的需要 弗吉尼亚籍在美国海军中 就起了充数的作用 美国潜艇更新缓慢 老旧装备独撑门面 曾经强大的核潜艇部队 是否真的已经风光不在 有一点我们值得说的是 美国人没有放弃下一代核潜艇的更新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全新北风之神惊艳亮相 升级改造工作紧锣密鼓 仅仅服役了几艘的超级潜艇 为何要急于升级 技术升级导弹增多 声纳改进 艇体缩小 升级版第四代核潜艇 能否维持核优势 增强战斗力 创新设计震惊世界 老旧福利 风采依旧 曾经风光无限的台风级核潜艇 为何最终沦为导弹试射平台 沙场推出日新月夜的大洋利器 正在播出 潜艇一直被海上强国 制为国之重器 纵观当今世界 能够自主研发 建造核潜艇的国家是趋之可数 而由于种种原因 美国在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建造上 首次采用了大量的俄罗斯的技术设计 这使得弗吉尼亚级潜艇的船体延长 获得翻倍 而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海军却高兴不起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5年2月17日 据媒体报道 美国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 攻击型核潜艇的建造速度 并且计划将这种潜艇的服役年限 延续50年 以保证2060年前 不会出现攻击型核潜艇短缺的问题 因此为保证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竞争力 新一轮升级计划正式拉开了大洋 据了解 此次升级计划 将进一步提升升纳探测能力 并使自身隐蔽性更好 这些升级包括增大了大型垂直阵列 特殊的挺身涂层材料 针对发动机的独特降噪技术 而这些革新技术 将被逐渐应用于 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伊利诺一号 以及华盛顿号的身上 不仅如此 美国海军海计划 在弗吉尼亚级三型基础上 进行进一步升级 研制出适合未来海战的四型潜艇 升级之后的潜艇 将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 而随着新模块的加入 新型潜艇的战斧导弹携带数量 将由原来的16枚提升至40枚 值得一提的是 据海军官员透露 弗吉尼亚级四型 将会采用类似于 俄罗斯核潜艇的 三元流线体维壳 而在此之前的升级计划当中 美国军方曾数次否定了这一设计 然而 就在美国海军 开始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进行新一轮升级时 由美国媒体报道 作为取代冷战时代核潜艇 海狼级的便宜方案 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在建造之初 便使用了俄罗斯的技术和设计 而升级后的弗吉尼亚级 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动 而将会继续沿用此前的设计 有意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 美国在打造弗吉尼亚级的时候 似乎是采用了很多俄罗斯的技术和设计 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怎么看 其实倒不一定 因为这种东西 它本身双方的思想体系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说它会采取一些个借鉴呢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很多东西它不保密 有些个概念性的东西 就随着交流或者人员的流散 可能会散失一些 美国其实要比起技术上 一直在单向技术上 其实是比较领先的 但是整体思路上 可能有的地方欠缺 还有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 巡航导弹这个问题 以前美国人严格地分析 就是说我这个攻击型核潜艇 我就是带鱼雷的 顶多我发射导弹 我从鱼雷管发射 我这个设计就是这样的 那么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在攻击型核弹导弹 中间有一个单独的型号 叫做巡航导弹核潜艇 这个概念美国人一直不用 但是俄罗斯大量的使用 所以后来到了 弗吉尼亚籍的时候 弗吉尼亚籍的改进 就有一个项目 就是加一个舱段 加着这个舱段干什么呢 是垂直发射筒 就是发射这个巡航导弹的 那么实际上你看这个思路 不就是从俄罗斯那借鉴的吗 只不过美国人没有把 单独建造一个型号 而是我把所有的这个 下以下以阶段的攻击型核潜艇 我都给它加个舱段 就是把俄罗斯那个概念给混进来 这个其实就是说明 当初俄罗斯这个设想是很先进的 这一点呢 就是美国海军啊 它是技术占油 但是有些概念上呢 可能是偏保守 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实际上是在 新的核潜艇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探索 而美国只是在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身上进行着升级和改造 那么升级之后的核潜艇 究竟能否满足美军的要求 90年代以后 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经济崩溃了 这个海军一直就到普京上来之前 一直就是不怎么样的 就没怎么发展 所以美国海军看上去一直独秀 造了海狼没有对手 那么先进那么贵 没有对手 所以说干脆造便宜一点的 弗吉尼亚海狼也负担不起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是双方竞争的结果 一旦没有人竞争了 你也不需要那个跑车了 你就买一个这个SUV开吧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弗吉尼亚级呢 在美国海军中呢 就起了充数的作用 它大量的使用攻击核潜艇 那两个任务 一个是这个给航母保驾 一个是给这个 跟这个潜艇做对抗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美国的战略里边 一方面呢 是对于新一代的战略结核潜艇 在进行着研发 另一方面呢 要对现有的核潜艇 进行升级和改造 但是不得不提到 现在在美国的 核潜艇部队当中 也存在一些尴尬的局面 那么接下来呢 通过点片 我们去看一下 20世纪70年代 10亿乔治华盛顿级 弹道导弹核潜艇 与伊桑埃伦级 弹道导弹核潜艇 因为设计的限制 无法换装新型的 C-4三叉级弹道导弹 所以美国海军 打算发展新一代核潜艇 来取代他们 于是 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 由此诞生 美国海军打算建造 24艘俄亥俄级潜艇 但在1991年 美苏签署的第二次 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之后 苏联将美国的 核打击力量焦点 放在俄亥俄级潜艇上 因此 本机舰建造计划中的 最后6艘被迫取消 到了2000年 18艘俄亥俄级 成为美国海军 全部的弹道导弹潜艇 进入本世纪之后 由于舰体老化 无力承担和威慑任务 从2002年开始 俄亥俄级的四艘潜艇 即俄亥俄号潜艇 密歇根号潜艇 佛罗里达号潜艇 和佐治亚号潜艇 被迫改为了 携带常规制导导弹的 巡航导弹核潜艇 也因此 俄亥俄级核潜艇 被分为了 巡航导弹核潜艇 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两大类别 即便如此 目前俄亥俄级潜艇 只有14艘在服役 不过面对略想尴尬的局面 美国海军似乎并不着急 据悉 2010年年初 美国海军在国防部会议上 首次提出了 新一代弹道导弹 核潜艇的原制计划 但并没有透露 具体的建造时间 而据美国媒体分析 即便新一代核潜艇 已经开始进行初期设计 但想要服役 恐怕也要等到2031年左右 在这段时间内 美国海军依旧需要 俄亥俄级这款老式潜艇 独成一面 我们发现实际上美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在研发弹道导弹核潜艇 难道是对于美国人来讲 这样的一个技术 或者这样的一款武器装备 他们不重视吗 美国人没有放弃 下一代核潜艇的更新 它的经费有一点特别 就是说战略导弹核潜艇的下一代 美国 英国都没放弃 都在研制 英国已经订了 就是已经给拨了款 已经订了 下一代连名字都切好了 手艇叫五位一号 都已经有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后边有好多几百家工厂 天天催着英国国防部 你搞不搞 你搞不搞 你不搞 我们这生产线就不留了 对吧 人私营企业嘛 所以英国必须早早宣布 它是公开的 就是说我下一代一定搞 拨款多少多少亿 我都定了 美国它有点分别就在哪呢 美国海军很奇特 它的经费特别多 就是美国海军一年 1300亿美元的经费 就是美国海军的军费 不是算空军和其他的 但是它造船的大概130亿美元吧 一年 这个也相当可观了 可是美国海军呢 哭穷到国会说 我们海军没有钱做那个 下一代的攻击型 战略导弹核潜艇 因为说了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 这是国家的东西 不是海军的东西 这个钱应该你国会出 所以美国国会呢 有一笔特别拨款 就是这个特别拨款呢 是为下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设计和建造 做的一笔反弹的拨款 不在军费之内 不在海军军费之内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笔钱已经拨了 这是去年拨的 那么这个下一代也一定在搞 为什么迟迟不拿出呢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更新太快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下一代潜艇要不要做成一个 有人和无人的组合 或者是干脆做成这个无人的 或者怎么样的 目前还不清楚 所以现在停留在很多东西的试验阶段 就没有说像俄罗斯这样 很快就拿出来 说我下一代就是这个 一定要造几艘 美国那个还在 为了2030年到50年的远景 还在做规划 但是我们值得说的 这笔钱人家已经拨了 而且我们说呢 美国还有那么多的航母 所以它并不只依赖于那些核潜艇 而对于俄罗斯来讲 核潜艇的确实是它的杀手箭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俄罗斯不仅仅正在研制 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同时下一代的潜艇已经诞生了 2013年 俄罗斯便开始讨论 新一代潜艇的问题 红宝石中央设计区宣布 以着手设计第五代核潜艇 即常规潜艇 在一周之后 向俄海军方面提交了 初步的设计方案 并且表示 这款潜艇将可以搭载 全新的高时高超音速导弹 该导弹的设计飞行速度 高达6倍音速 射程可达400公里 其战斗力将全面超越现有的 攻击型核潜艇 就在红宝石设计局 为自己的计划 感到万无一失时 俄罗斯另外一家潜艇设计局 孔雀石也提出了相关的方案 他们表示 第五代核潜艇哈斯基 将是一艘整合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以及鱼雷攻击三种类型的 多功能核潜艇 也正因如此 孔雀石设计局 计划将这艘核潜艇的体型设计的 比现在的北风之神级还要大 这一点 与红宝石设计局的方案 存在着很大争议 据了解 目前俄罗斯正在服役的核潜艇 有三类 包括进行战略核打击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 对舰打击的巡航导弹核潜艇 以及以反潜为主的攻击型核潜艇 而从第四代核潜艇开始 俄罗斯开始逐步取消 传统的巡航导弹核潜艇 取而代之的是 亚森级多功能核潜艇 从表面上看 俄罗斯在亚森级多功能核潜艇 刚刚服役之后 就展开了对第五代新型潜艇研发 实际上 俄罗斯希望通过研发 第五代哈斯基级多功能核潜艇 替代现在所有类型的核动力潜艇 从而建设一支品质精良 数量较少的潜艇队伍 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打造 第五代的哈斯基级多功能核潜艇 为了取代现在 所有类型的核动力潜艇 给我们一种一劳有益的感觉 那究竟它是一劳有益 还是偷懒呢 其实这也是技术不断变化的结果 那么在苏联时期 任务分得非常明确 就是打岸上目标 用弹道导弹核潜艇 打水面目标 用巡航导弹核潜艇 这个是它的苏联时期海军的一个严格的分工 分得很清楚 虽然吨位都很大 但是谁干什么 导弹都是专一的 不可能互换 那么后来技术再发展 比如说冷战结束以后 精确制导 这个能力提高了以后 巡航导弹 除了打水上目标 比如反舰巡航导弹 打岸上目标 比如战斧 毫无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原来的界限就出现了一个模糊 就是说 首先挺体 大中小通吃 攻击性也是这么大 无非是长不一样 直径是一样的了 这是可以通吃的了 第二个是说武器的精确制导 一旦有了精确制导以后 它不再要求以前那种大威力了 那么像这一次 比如说在叙利亚作战 俄军从离海的 这个驱舰队的导弹艇上 发射的巡航导弹 直接能打到叙利亚战场的 这个恐怖分子 那么导弹艇 从原来的暗房的这个小艇 一下就变成战略武器了 你看 这就是精确制导的厉害程度 就是导弹体积很小 但是由于我打得准 我同样可以打战略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导弹又小又准 那个艇越来越大 所以确实有可能变成 将来做成多功能艇 这个技术的现在是成熟了 俄罗斯要走这条路 很可能还是因为缺钱 就是说你让俄罗斯研制 比如说两到三个型号 就原来两到三类合金 原来是三大类 就是现在它反正我就一笔钱 那么我就把它合一 行不行了 其实对俄罗斯来说也可以 但是美国不见得会走这条路 作为曾经核武器水平 首屈一指的俄罗斯 长期以来 它从来没有放松过 水下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和决心 从创造历史的 作为中间力量的台风级 到风华正茂的德尔塔级 再到北风之神级升级 以及开始研发的哈士奇级 虽然一路波折 但是它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们下行之后 达到海底 我们下行之后 好像内机 看几 Claes 我们下行之后 我们下行之后 但是我们下行之后 我们下行之后 就新的一监